2 1 請舉手 恭喜威瑞 也恭喜威瑞 好的 我們先走威瑞 先來做頒獎 來 威瑞 1 好 先來 也請 也請 參賽選手使出渾身結束 賣力展現個人的街舞風格 滿場的觀眾 將基隆火車站南站2樓 戶外廣場塞滿 2024基隆杯街舞大賽 從數百名街舞好手中 分別選出了兩項賽事的冠軍得主 並邀請市長謝國良來揭曉 2 1 恭喜 威瑞獲勝 獲言恭喜呂華爾獲得第二名 我們基隆一定要成為一個 街舞跟霹靂舞的聚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但是要靠在座的各位 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才能夠完成 所以你們的熱情參與 今天我來我就問說 這個人多不多 哇 沒想到非常的多 非常的開心 大家一起能夠到來 讓我們一起努力 來支持我們基隆的街舞PT舞 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可以得到更好的環境 一起努力祝今天的大會 圓滿順利成功 2024基隆杯街舞大賽 由基隆市政府結合台灣街舞文化推廣協會 共同規劃 吸引許多熱愛街舞運動的民眾 到場感受街舞的魅力 議長秘書楊文和 市議員宋偉利 和基隆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等貴賓 都到場為選手加油打氣 就是今天來這個街舞比賽非常開心 因為今天其實整個下午都是 非常多場的一個賽事 那大家真的非常的青春熱血 來到這邊就覺得馬上就 有點想要跟著律動 然後跳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基隆真的是一個非常支持街舞的城市 那也是一個持續的很多的團體 也還有很多的企業也都參與協助 真的很感謝各界的幫忙 可以讓基隆持續讓年輕人 有一個一元夢想的一個機會跟舞台 剛剛其實在台下非常非常多的 基隆的市民朋友 然後也都非常非常熱情 都覺得哇 全部大家都想要一起跳起來 所以我相信這個活動持續的舉辦下去 然後也讓很多很多喜歡跳舞的年輕朋友 他們都可以一展長才 然後持續的在這個領域可以有所發揮 市長謝國良說 感謝各單位一起來推動 讓基隆成為支持街舞的城市 也鼓勵基隆的街舞選手 透過比賽交流 不斷朝夢想前進 記者黃志 Star-陳淑萍 基隆報導